花蓮市公所为了慰绕公有零售市场摊上一整年的辛劳 特别举办了112年度公有零售市场从业人员 年终业务联席餐会还有市政宣导 市长卫家业院也到场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可以心想事成 同时也宣布今年2月份起到6月份 公有零售市场要减诸三成 和摊商们共体时间 花蓮市公所为了慰绕公有零售市场摊上一整年的辛劳 特别举行了112年度公有零售市场从业人员 年终业务联谊餐序还有市政宣导活动 邀请了重庆、复兴、中华、大同和中山等五个公有零售市场 700多位的摊商共聚一堂 所有的老板跟老板娘在疫情的期间 那么辛苦的经营 然后也为了提供更新鲜的一些食材 跟一些不管是任何的一些干货 然后给我们花蓮市民 那真的非常辛苦的在经营 那今天也是新春的开端 那未来花蓮市公所会办理各项的 不管是在采买方面 然后有一些不管是促销 不管是任何的活动 我们都会来办理让更多的花蓮市民 能够到市场、专业市场进行采买 那今天也办了非常多的一些小节目跟一些抽奖 也希望说我们老板跟老板娘都能开心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来为我们花蓮市民来做打拼 这三年来受疫情的影响 不少摊商经营遭受冲击 为了体恤摊商辛劳 市长魏家宴当场宣布 从今年2月份起到6月份 公有零售市场将减租三成 要和摊商们共体时间 而在活动当中也表扬了17个乐活 名摊辛吉认证摊商 希望借此活络传统市场 也满足消费者需求打造市场的新风貌 卷区的群华联市报道